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草尼尼亚汉堡 今天为大家带来 搞笑脑都美满 辛普森一家的第二集 第十九集 校长带着捂着脸的班主任 阿姨走进了教室 原来阿姨在医院里 检查出了兰姆病 所以他宣布 在代课老师接替他上课之前 校长会暂时给他们上课 所谓兰姆病 其实就是一种寄生虫 引起了脑部感染 所以阿姨得接受住院治疗 随即校长开始上课 突然楼上的教室 传来一阵喧哗 原来巴特正在楼上 为大家分享 最近看过最棒的恐怖片 惊悚的画面 下出了同学们的猪脚 很快 代课老师赶到了课堂 牛仔的装扮 再打上两枪 正是帅气的入场 校长即刻将课堂 交给了代课老师 为了更快的融入班级 代课老师选择先从互动下手 显得挑出我服装的三种错误 我就把牛仔的帽子送给他 丽莎抢先作答 一针见血 迢迢在里 一举拿下了老师的帽子 互动预热课堂 接下来是自我介绍 我名叫普斯 你们可以叫我石老师 或者使哥 幽默的自我介绍 应该大家哈哈大笑 与此同时 巴特班上正在竞选班长 老师首先站队马丁 马丁趁热打铁 即刻拉票 一阵言辞慷慨 热情激烈的自荐后 老师带头鼓响了巴巴掌 而此时 楼下的使哥课堂 正在进行民谣现场演唱 惬意的课堂 难免让人开小差 隔壁桌 突然递给丽拉一幅画 上面正是正在 谈吉达的使哥 使哥即刻发现了话 丽莎极力解释 并不是他话的 本以为 接下来会是一顿训斥 可没想到 使哥竟然表示自己非常喜欢 使哥果然和别的老师不一样 楼上的竞选 逐渐走向高潮 巴特被同学们 解哄推荐为第二候选人 为了稳住马丁的主场 老师毅然决定支开巴特 显然在老师眼里 巴特根本排不上号 看着孩子的傻像 简直就是让人操心的模样 使哥的课堂变化多样 有伤感篇 也有激励篇 他表示 每个人都是特别的 总有一些特殊技能 在使哥的鼓励下 同学们纷纷展现出了 自己的特殊技能 而当轮到丽莎时 使哥看到他放在一旁的萨克斯 他极力要求丽莎吹奏一曲 出于严重的不自信 丽莎坚决不肯 好吧 你欠我一次萨克斯 没熬的时光总是匆忙 放学龄很快打响 走到门口的丽莎 配上肉色丝袜 单身的男人也怕不怕 还好使哥毅力大 极客婉拒发情了他 此时应有萨克斯 应景也应他 全情的少女不如思念的边境 她的一平一笑都是风景 已婚的妇人不懂这种风情 粗糙的男人更是无理 爱的世界本就不可理喻 不懂的人大可不必在意 夏克林打响 为了引起使哥的注意 丽莎特意走在最后 还真是心有灵犀 她果然被叫了去 没想到使哥竟然怀疑 丽莎的作业是老爸代替 丽莎人很话不多 没等使哥讲完 便立即怼了回去 没证据 别瞎说 否则害人害己 班长的竞选仍在继续 马丁和巴特僵持不下 不分伯仲 巴特赢在人气 马丁稳在背景 果然这世道 还是粉丝重要 众人齐力将巴特推向了头条 看着报纸上长出息的儿子 老父亲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 班长之路势不可挡 这场你死我活的较量 随着人气的暴涨 似乎已然看到了结局的模样 宣传策划缓缓相扣 还包拉票老夫都会 拿上马丁的小红花 摩擦摩擦再摩擦 与此同时 丽莎和史哥的相处日益融洽 这个让人着迷的男人 怎能让人舍得放下 这天 放学铃声打响之后 史哥特别推荐丽莎去看看 即将永久关闭的春前历史博物馆 丽莎二话不说 依然决定去参观 老妈命令老爸陪丽莎完成这次参观 尽管老爸百般不愿 借口连连 客中还是妥协在了管家人的唠叨之下 参观日如约而至 老爹决定带丽莎白票博物馆 这时恰逢买票的史哥 手自家长会面还真是有些尴尬 本应是两个人的世界 突然变成了三个人的围观 老夫的表现丢尽了颜面 我要离他远一点 老夫和史哥聊起了天 面对丽莎种种表现 史哥认为丽莎可能有点走熟 老夫认为这都是因为他不够强悍 父亲本是闺女上辈子的情人 可显然 丽莎对他并不来电 丽莎回家就抱怨 老夫让他丢尽了颜面 老妈决定为丽莎挽回尊严 不如请他来家吃吃饭 惊喜来得太突然 到时可得好生打扮打扮 邀请的话不知如何开口 误如爱今的女孩大都茫然 好不容易推开那扇满是她的门 惊喜突然 惊吓也突然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爱美的人儿无影踪 原来阿姨被误整了 所以史哥也毫无征兆地走了 打击来得太突然 让我出门缓一缓 班长进去仍然没有定局 班主任依旧力挺马丁 显然马丁已身心疲惫 拼拼有命 巴特乘胜追击 继续笼络人心 这边的丽莎仍旧不死心 疯狂的呐喊声中 竟是侥幸 楼上的人儿敲定结局 他走得很彻底 衣服都已经收拾干净 他到底去了哪里 可能是开往首都的火车站里 他来得那么张扬 去的也竟然这样疯狂 原来他的梦想 就是做国家的脊梁 巴特还在讨好人心的路上 磕磕盼盼 哪想 这条路走得太远 竟然忘了今天的终极审判 伺扰的铃声 似乎是战败的宣言 回到教室果不其然 这场耗尽心血的班长大战 还是被那个有背景的人 一手遮天 丽莎匆忙赶往火车站 还好 赶在开车前 满肚子问号 不知从何说起 千言万语合成了一句 不要离去 帅气的面孔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 奈何万物自由来去 每个人都有要完成的使命 挽留的话 融在了无声的拥抱里 最后为你写一句离别语 离别的火车开始鸣笛 他将那个难忘的使歌 带向了梦想之地 回头看看他写的信 我会记得有个女孩叫丽莎 巴特落选 丽莎伤感 本想肃尽离别的苦 拿下老爸来抬杠 这下真重爆炸箱 难免猛碍一脸炮 发完标的丽莎 即刻撤离现场 老爹一脸茫然 老妈即刻让他上去道歉 推开滚开的门 门里是哭泣的丽莎 老爸尝试搭话 却遭情绪激动丽莎拒绝 本想找个地方坐下 哪想选错了他 暴躁的情绪适合亲音乐 老爹终于抓住正题 严肃地煽情了一回 我很庆幸 我从来没有失去任何特别的人 因为我觉得 特别人都住在这个屋檐下 丽莎 这一生你会遇见很多特别的人 总有一天 那些走散的有缘人还会再见 丽莎的愤怒 突然掩面在父亲的鸡汤里 两人和好如初 紧紧相拥 解决完丽莎 又来安抚落选的巴特 你做班长会有钱拿吗 没有 那你当班长后 是不是会多干事情 对啊 那当班长到底有什么好处 好像没有 那就让他去当班长吧 老爹成功安抚好了巴特 哎 又算完成了一个任务 接着 老爹又去看看小马鸡 把奶嘴情情塞进了他的嘴里 三战三胜 真是顺利的一天 睡觉吧 新来的老师 使丽莎深深沉迷 有趣的灵魂果然万里挑一 短暂的相遇 还没来得及惺惺相惜 那场别离 就已想起了鸣笛 来去匆匆的有缘人 打倒是擦肩而过 短暂的相遇 只是歇脚地 他带来一场梦境 却又匆匆把你咬醒 特别的人 打倒新鲜刺激 眼前的人 打倒有视无睹 可论真实 眼前的人最真实 非常喜欢老爹说的那句话 我很庆幸 我从来没有失去任何特别的人 因为我觉得 特别的人都住在屋檐下 这一生你会遇见很多特别的人 而总有一天 那些走散的有缘人 还会再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小伙伴比方点赞 评论加关注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